在这次商业车展上 林肯带来了全新一代的航海家 同时也宣布上市了 咱们聊聊这个车值不值得买 先说买多少钱 328,800到378,800 整体价格基本保持之前的手下区间 那有哪些变化呢 第一个他取消了2.7T的微流放动机 我觉得这个放动机可以取消 因为六缸放动机 第一卖的贵 没有人买 对吧 同时呢 2.7T的放动机呢 油耗也高了 侯旗费用也贵了 所以这个车的取消 我觉得也是合心合理 意料之中的事 那全新航海家值不值得买呢 从整体价格来说 你看到它的整体变化 你会觉得这车还是值得买的 咱们看一下 咱同样就是对比入门版本 都卖328,800那款车型 之前老的呢 叫两驱尊越版 现在叫尊享版 同名位看得出来 对 现在的新款是标配四驱了 所以说 你价格一样 我先多了一条四驱系统 对吧 其他有什么变化呢 翻航机功率更高了 20T达到258马力了 同时匹配了8速 手自一体冰豆腔 在东地匹配这块 是有提升的 另外呢 这个车尊尺寸变大了 就不用多说了 全面变大 当然也有不足 它的汽油呢 需要使用95号汽油了 这块对于燃油标号 有点要求 配置方面 可以说这次航海家 给的还是相当足的 就是同样都是最低版本 你看相比老款来说 轮圈变成19英寸了 同时配备了全套的 I2自动价辅助系统 另外还有三百流的全景影像 关键是车内大屏 看看那个内饰图了吗 整个仪表台 有两块23.6英寸的屏幕组成的 现在是屏幕都变环爆了 那同时还有一个 大使的中央触控屏 我觉得这次 全新航海家这个价格 可以说在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从动力配置到设计 进行了全面的提升 我觉得这个价格值得考虑 因为之前航海家 优惠幅度一直不大 基本一两万嘛 所以说 看好航海家的话 这个新款我觉得可以入手